1月24日,美国广东棉衣会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举行春节联欢晚会 由广东省艺术团专场演出,加州参议员夏勒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参赞车召和 地方的民选官员和当地华人华侨500多人参加了晚会 那当然是我们的中西方的文化的交流 因为这个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 所以大家都喜喜洋洋的 这个节日就代表着我们祖国中华民族的文化 所以在这个新春的节节到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艺术团过来访问我们广东的乡亲 非常的高兴大眼睛的又带来很多很多非常精彩的节目 当晚广东省艺术团为华人华侨献上了一场视觉艺术盛宴 演出有杂技、歌舞、玉剧选段、木偶和魔术表演等 场内观众惊喜连连掌声不断 我们非常高兴广东省文化厅为了这一个欢乐春节 到北美的这么一个巡回演出 我们准备了几个月带来四十人团的一个 包括戏剧、杂技、舞蹈、非物质文化遇产表演 这节目来带给美国的友好的朋友和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华侨同胞 推动中美文化的交流 也借这个机会祝我们华人华侨同胞新年快乐 广东省的四十位艺术家们带给华人社区欢乐、和谐、共用、祈福的理念 与海外华人华侨一起喜气洋洋迎新年 全球新闻、美国洛杉矶报道